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买家基本资料的填写 那这边一点进来你会看到一个表格 包含联络人姓名、所属的部门 还有它职称 还有通讯软体的账号 联络的电话、传真还有一个email 那这个地方的话姓名它会自动代入 这个我们不用再填 那所属部门的话就是你属于哪一个部门 你可以把它填上去 职称就是你自己的职称 那特别要讲一下的是这个通讯软体的部分 这里我们除了让买家可以填写email之外 我们还提供通讯软体的栏位 这样子供应商可以比较快的找到你 你可以把账号填在这边 他们如果有相对的一些通讯软体就可以加你 好,再来就是传真的部分 这也是可以填写 那最后看这个email是不能改的 这是因为它是你的账号 那这个确定之后就不能改动 好,再来这个上传的栏位 它是要上传一个名片 那我这边可以按选择档案 然后去找我的名片 按开启 那就按确认送出 OK 更新完之后呢 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缩图 那这个缩图就让你检查看你上传的图有没有对 那确定都对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预览履历 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买家基本资料长什么样子 那这一份这个页面呢 就是供应商会看到的样子 好,那如果说你还有想要修改什么东西 我们也可以就在表格里面直接去进行修改 按一次确认送出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买家基本资料就填写完成了 哦 对 我们下来说 。